而下半年還有供應問題的 恐怕還有運動鞋了 這原因就是因為福建的莆田 現在疫情延燒 可是在莆田這邊 他們稱作叫做中國的鞋都 在這個地方 每年可以生產超過13億雙的鞋子 包含Nike、Adidas這些 全部都在這邊設立代工廠 不過現在鞋廠都停擺了 再加上是另外一個製鞋基地 越南 台灣的製鞋三雄停工日期 一延再延從7月8月現在到9月15 下半年的這個運動鞋供應 恐怕要受到印象 將鞋子內底與布料缝合 但也得靠人工來幫忙 這裡是由中國鞋都支撐的福建莆田 但當地疫情升溫 大部分的鞋廠被迫停工 在整個封停鎮一共有64家 規模以上企業 都是服裝鞋帽 以及裝備機械等加工生產企業 用空拍機往下看 工廠停工停產後 莆田封停鎮宛如一座空城 路上幾乎看不到人車在走動 莆田作為鞋業的支柱產地 在莆田就有4200多家製鞋企業 每年可以生產超過13億雙鞋 而在2020年 莆田鞋的企業產值 就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 大約4000多億新台幣 而且更是國際運動品牌的代工重鎮 固定好鞋底 劃出定位線 刷膠後進行烘烤就可以更方便粘合 最後再加鞋墊放入鞋內做定型 就製作完成了 莆田以低廉的代工價出名 知名品牌Nike、艾迪達等品牌 都在莆田設有專業代工廠 如今一停百 再加上越南疫情同樣嚴峻 製鞋工廠也停工到9月15 两大基地都暂停 恐怕影響運動鞋供應 莆田製鞋業從清朝光绪年間的鞋鋪 民國采成鞋 到改革開放 涌入大量代工廠 接著90年代開始模仿大品牌 歷經百年風雨 不過事實上 福建莆田還大量生產仿帽運動鞋 還被冠上假鞋之都的稱號 高仿的喬丹鞋 或是限量鞋 在這都能找得到 但如今連仿冒品都停工 而本輪疫情有可能對莆田製鞋業 產生嚴重影響 除了工人工資以外 一些工廠還將面對庫存和銷售等壓力 目前莆田快遞大免機 因疫情出現停擺 電商退單量明顯增加 當地的鞋子零售還有快遞 也紛紛因為防疫而暫停 從生產銷售到物流都延宕 若疫情壓不下來 恐怕影響再擴大 東森財經新聞 黃福祥不疑問綜合報導 中文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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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